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2011款马自达5的外形改用了马自达全新的家族式流设计风格 前脸造型与新马自达3十分相似 更加凶狠 侧面清晰的线条增添了很多运动感 使得整车更显视觉冲击力 但实际上它的车身尺寸只是长度和宽度上有细微的增加 主要是造型变化导致的 底盘其实没有实质变化 车辆的轴距没有发生任何变化 马自达5依然保持了自己紧凑型MPV的身材 侧面的流式线条相比现代的流体雕塑更加柔美 据马自达的设计师说 这种流式线条还是首次应用在车身的侧位 将尾灯组由竖置变为横置后 尾部给人的感觉更加的厚重饱满 飘逸的线条从车头一直贯穿至车尾 并自然地与滑动门的滑轨融为一体 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滑动门滑轨对于车辆整体造型的破坏 底部的黑色保险杠为车辆增添了运动感 也与前脸的大逆截黑色中网相互应 轮胎的尺寸和品牌都与上一代车型完全相同 轮胎品牌为东阳G48尺寸为205 55 R16 不过轮毂的样式则发生了变化 全新的10伏铝合金轮毂采用不对称式设计 相比老款的轮毂更加笨感 内饰篇 座椅是亮点 2011款车型的内饰完全看不出老款车型的影子 取而代之的是和锐意新马自达3相同的内饰风格 中控台音响控制区比较紧凑 众多控制件布置在中间位置很显科技感 只不过上面的注释全都是英文缩写 让人一时摸不着头脑 多数人恐怕要看说明书 才能完全掌握各种功能的操作 座椅的变化也令人眼前一亮 后排出风口是新马自达五星家的一项重点配置 它的出现也大大提高了后排乘客的舒适性 第二排座椅的坐垫下方分别放着车辆的第五个座椅 和一个功能强大的储物架 当车辆仅需乘坐四人时 完全可以打开储物架以增加储物空间 马自达五为七座车 第三排座椅相对来说要单薄很多 但承载身材不高的成年人应该还是没有问题的 只不过在承载七人时 后备箱空间已经微乎其微了 如果把第三排座椅放倒 则可以获得一个宽敞平坦的后备箱空间 动力片平顺够用 动力方面 引进国内的马自达五没有什么变化 还是上一代车型上那台2.0升直列四缸发动机 最大功率106千瓦 144马力 最大扭矩180牛米 这样的动力在马自达五上表现并不算充沛 而变速箱方面 六档手动变速箱和五档手自一体变速箱 也将继续为大家服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